欢迎收看NKC 我是今日主播陈思瑜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悠游商圈一直搞定 拜科技所赐 未来的消费者到商圈消费 将变得更优雅轻松 不用再提着大包小包东奔西奏 为了方便消费者简化购物流程与时间 高雄市府与经济部商业司合作 在末时代打造聪明购物智慧联网专区 消费者可透过平板电脑 手机APP扫描QR Code 选购商品手机扫描结账取货 30分钟内购物一次完成 这样的情境乃是透过物联网的技术 将消费行为与环境结合 创造更方便的消费模式 物联网是把所有的物品 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感测设备 与互联网连结起来 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 互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 与普世计算 搬在网络的融合应用 主要包含感测网络 网际网络与智能服务等三大要素 并与云端运算结合 达到物物相连的互动目的 未来观光客来到了新绝江商圈 看到喜欢的商品 随手用手机扫描QR Code或是条码 放入购物车中 再到孟时代购物中心或是后裔商圈逛街购物 最后在手机上确定要购买的商品 并在线上结账后 配合的物流公司将商品宅配到家 或是送到高铁左营站让您领货返回故乡 这样的情境技术层面已可做到 然而在实体金流物流与商圈店家自身的经营制度 与知识能是努力的空间 也是未来商圈辅导的参考方向 以下为建立模式的方式 首先需要建立商圈共识 透过组织会议与发展愿景 让组织成员能对此产生共识 并建立发展目标 第二步需要整备商圈基础环境与相关设备 除了网络、电脑设备、PU系统等硬体面外 则需要有网络或科技的种子人员 第三步商圈店家资源与活动整合 共同推出相关的优惠或服务 并由专人将这些好康讯息整合与推播 以旗山商圈为例 目前推出旗山老街APP 服务内容包含景点介绍、厕所、停车资讯等内容 商圈会员也乐于配合推出FB打卡优惠活动 并透过APP主动向使用者行销活动讯息 然而未来旗山商圈可利用智慧联网的科技发展以下服务 一、导览预约系统 让游客知道目前等候的导览人数与时间 并可线上预约导览服务 缩短等候时间 二、景点人潮的感测 让游客知道现在哪边人多 避开人潮 三、天气即时播报 提醒外地的游客 游玩时需要如何穿衣服 以准备物品 四、停车好帮手 提供游客即时的停车资讯 程序找车位的时间与麻烦 因应科技化与智慧联网的时代来临 除了资讯技术的整备 更重要的是共事建立与经营的方式 服务流程的配合 这些方向都是未来商圈辅导顾问 可以着力的重点 一、共事建立 透过共事营的手法 让组织成员一同建立商圈组织 场景发展的愿景、目标与使命 而辅导顾问扮演重要的角色 协助商圈组织找到对的发展方向与策略 二、精管知识的导入 科技化的时代来临 消费者与游客的多元性与自主性更强 不像以往单一产品或服务内容 即可满足所有的消费者 因此如何运用资讯技术 满足不同的消费族群 这就是重点 此外 科技加速了企业的运转 如何在快速变化与运转的时代下 保持既有的品质与服务水准 更需要标准化的流程 与严谨的管理制度来确保品质 三、服务模式的创新 如全文所述的科技化 改变消费者与商业环境 商圈需要思考如何善用科技 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并改善服务模式与流程 以用心体验为核心为思考的主轴 来发展相关配套服务与措施 让消费者倍感贴心 才能创造差异化 对于以上的内容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上NKC点选 全文来进行详细了解 我是今日主播陈思雨 那我们下次见